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今天和大家講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迎需努力 先講一下市 市沒有昨天那麼精彩 稍微高開之後 全日都是百多點上上落落 最後收2、3、5、3、1 跌18點 成交五百六十六億 昨天七百多億是明顯縮減了 今天為何會回呢 主要豪賭股回 加上地產股有少少調整 拉市下去 不過騰訊繼續上升 升1.6% 頂住 加上內人股都靠穩的普遍 尤其這隻農行升1.7% 成為支撐著大市的動力 今天市輕微回吐 後市怎樣看呢 其實昨天節目裡面提到 雖然說昨天市升得很帥 但仍需等多一天 等確認訊號 經過今天怎樣呢 可以這樣講 回到點題四個字 認須努力 很有認須努力 意思就是 訊號未確認過升市 起碼未確認過大升市 可以從兩方面幾點來講 首先講一下消息面 其實今天有幾個好消息 但市不上升 第一個是甚麼呢 就是耶倫昨晚說了一些東西 說不會因為金融穩定調整貨幣政策 簡單來說 就不會因為之前大家擔心的泡沫風險 知股債方面 還有大家很擔心 現在大家承受很高風險 去追逐回報 不會因為這樣而加息 其實對這些息口敏感的股市也好 股票也好 都是應該利好的 本來是港股其中之一 但今天港股不上升 而香港食口比較敏感的地產股 都沒有見到大幅做好 普遍一般的 就像這隻 恆地今天是回升1.3% 另一個好消息 都沒有甚麼反應 講甚麼呢 就是講中國的經濟數據 今天出了六月份 中國的服務業 PMI 是匯豐出的 出來不錯 比上個月是明顯上升 15個月來最快 出了但都不見不到的市因此而上揚 傳統志偉說好消息出 市不太升 市低普通通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 港元其實今天 仍然偏強 仍然窄在7.75邊上上下下 記得昨天因為港元強大 大家憧憬資金流入 令市急升 但今天港元仍然強 但再不見到市急升 剛才提到 好像市低普普通通般 基本面來說 是確認不到昨天 是一個大升市開始 而技術面都是這樣的情況 見到了 昨天節目提到 與今日怎樣才確認到 最好就是出現上升列口 然後再以洋竹報收 今天結果 兩個都見不到 見不到上升列口 又見不到洋竹 只見到一隻小的陀螺在頂上 確認不到 這是第一個 而用跨市場的分析來說 都是未確認到 因為外圍 都不見得有很明顯的聲勢 例如南橫股市 不可以怎樣升 日本股市跌 每次都做了雙頂 而上證止售 大家拋得緊緊 今天有些少少升幅 升三點 但未破下降軌綠色 又未破250天線 仍然未突破形勢出現 從這兩方面 這幾點來看 市市未確認 從以前典型的資金流入大升市 不是太相似 所以可能市場繼續上升 不出奇 但又不像短期下去 很快很強地上升 這就是基本的看法 在這個情況之下 策略都是這樣 只是昨日節目的策略說的一樣 就是追求一些落後的板塊 股份來賣 可能直播比較高 因為始終未急升 高追突破股 是危險少少 其中一隻可以想想 就是港交所在今天突破 始終他在低位上來 突破 可以想一想 特別是為何這樣說 因為成交增加了 現貨增加的同時期指去到12萬張多 好像大家的熱情翻過來 對港交所是偏好的 時間關係 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